开始 只见一名身穿牛仔外套 连戴口罩的女子 站在酒精喷雾机前 正直防疫期间 这景象很常见 原本以为她消毒完就走 但没想到她一站站了好久 仔细看她手上拿着一个小瓶子 一手感应一手装 不断重复这个动作 要把瓶子装满满 这一幕让一旁的民众都看傻了眼 当时这名女子疑似是想要选前 竟然拿着这个70ml的空瓶子 来到酒精喷雾机前面 不断感应填充感应填充 今天记者有实际测试 看这样装满需要多久的时间 实际测试完记者发现 需要把这个70ml的空瓶子装完 需要花上一分半的时间 不过这个过程 全被一旁的民众给录了下来 影片被po上网 引起网友任意 网友直呼佩服她的耐心 还有人虽然说一瓶70元不买 宁愿丢脸 更有人不可思议 小小一瓶酒精也要装 女子的行径 让网友们实在难以置信 询问民众看了影片 都忍不住扑刺一笑 但业者考虑的是卫生安全问题 酒精其实一旦使用 在钻毁品质里面的话 怕会有使用安全上的语欲 他人提供的酒精变成聚位己有 那会一样构成 行答320条的窃盗罪 即使觉得不可思议 谈小平一心态 的确在生活中真实上演 但千万要小心 这行为恐怕得吃上官司 借铃之风黄砖台北爸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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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